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OA卫视时时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昆明三一事件之后呢 中国的公安部要求各都市进行常态性的武装巡逻 3月14号成都闹区春溪路忽然许多人跑了起来 根据中国经济观察报记者的说法 当时是一群少数民族在街上走过 看见他们的成都人吓得跑起来 而那些少数民族也吓得跑了起来 于是满街的人都跑了起来 春溪路的散逃事件呢 是否是昆明三一事件的余震 而中国民众为何人心惶惶 一点风声就当作是孤冬来了 追问溯源孤冬的真实面貌 是否就是中国政府的高压维稳呢 而武装巡逻是否是防止恐怖暴力的有效方式呢 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到两位嘉宾 来为我们就这些问题呢进行分析 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韩连潮先生 欢迎韩先生 谢谢 欢迎 另外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 温云超先生 温先生在纽约通过skype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欢迎温先生 韩先生好 两位主持好 另外呢我们的热信电话呢 是400120551 400120551 请您呢随时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那我们想第一个先请教一下这个韩先生 您觉得说这个昆明事件 我们先从最最本硕源来讲最早这个事情好了 昆明事件是不是就是这个所谓高压维稳之下 所产生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恐怖活动呢 它本来就是一个有组织的针对无辜 平民进行攻击 然后以实现自己的这个宗教 或者信仰 或者政治的这个目的 虽然我们因为这个中共对这个信息的控制 我们不了解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 但是从基本的来看呢 所以把它定性为这个暴力恐怖行动活动呢 可能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孕育这个恐怖主义的温床啊 有很多很多原因 宗教信仰 然后呢这个外国的占领 极权统治 贫困愚昧很多 但是从这个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这个活动这个暴力事件本身 我觉得不外有多大的冤屈 有多大的不公正 那么针对平民进行这种暴力活动呢 都是没有理由可以为它开脱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要反思 反思中国的这个民族政策 因为中国长期以来 是一个暴力维稳的 这个固定的定次的这个思维模式 权贵滥权 少数民族被边缘化 长期处在一个二等公民的这个状态 又没有渠道来求助 来疏通这些一个矛盾 所以越来越激化 另外呢 海外的一些激进的这个势力的影响 也可能会引发这样的暴力恐怖暴力活动 这些我想跟中国的民族政策和中国的暴力维稳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它的那种维稳的方式可能并不是一个能够这个制根制本的一个做法 反正是可能越打越糟是吗 是 这历来都是这样 因为你从过去长期这个三十年以来 维稳的这个过程来看 越维稳越不稳 因为前三十年 我们可以从一个数字可以看到 就前三十年中国执勤的这个警察 死亡的人数大概只有九百多人 不到一千 后三十年 已经到了几万 整三十年是吗 对 整个三十年里面 整个三十年里面 后面三十年 基本上是差不多两万多名的这个警察 在执行中间死亡 那就是说这个暴力越来越烈 所以这都是这个中共的暴力维稳的这个恶果造成 那接下来我们想请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最近看到了中国出现了多起的这个群众逃逸事件 那么我们知道最多报道最多是成都的春西路 另外呢在广州呢 最近也发生了两起的这样的逃逸事件 您觉得是什么事情让中国民众都成了惊弓之鸟呢 就随便一句砍人了就能让民众跑成这样呢 我想当然对民众来讲 他们是各种不同的事情累积起来的这种不安全感 不过昆明事件只不过成了一个又一根稻草而已 这种不安全感可能来自于对国家治安的这个没有信心 也可能对环境或者是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各方面的这种综合的一个心理因素的影响 当然最主要就是我们要观察一点就是这种高压态势的维稳跟民众之间的信心是不是有正相关的一个比例关系 是不是国家维稳投入越高 是不是有核枪实弹的部队在街头巡逻民众的信心就会更强呢 其实是现在看来是未必 这种民众对这种治安的信心 还有对现场这种应变能力 它是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社会之间本身的信任关系 当一个社会各个群体之间没有交流 国家又严格的去压制这种社会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话 这种恐慌就会很自然而然的产生 所以我们当然会认为就是说 这种没有信心的表现 是直接的跟国家这种高压态势有关系 那我想请教韩先生 就是你刚才也提到说 这个民族政策本身也有点问题 那我们看到说我想请教说 从这个昆明事件之后 你看到中国民族政策有没有检讨 或是任何的改变 尤其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春西路的事件 只是说两个不同种族的人 看到彼此就下到跑起来 到满街的人都跑起来了 这么深厚的一种不信任感 它的存在是为什么 然后到底中国政府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来解决呢 这个我想是这样 我觉得我注意到这次的中国 中共处理这个事件 还是跟以往有所不同 相对来说是比较慎重的 那么PTA的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说它不让血腥的图片上网 然后呢这个比较低调的处理 然后不是大肆的宣传 另外呢这个包括云南省委书记的一些讲话 都被从网上删除了 那这个但是呢 在同时呢 地方包括刚才你提到这个前面 我们看到公安部的一些做法 所谓常规巡逻 和地方上的这个维权 维稳机制 维稳机器 对少数民族 对尤其是维吾尔人 进行这个全面的这个审查 检查他们的身份证 这个 现场的人身自由 甚至大规模的遣返 这个做法实际上就已经造成一个 一个民族矛盾 在官方的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主管民族政策的高官 朱维群 事发以后 马上就说 不要把这个事件 跟特定的民族连在一起 但是呢 事实上呢 他们做的事情呢 恰恰是相反 所以这个就引起这个矛盾 更激化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地方的维稳机器 而不是中央的政策造成的 因为我们知道 余正深公开的批评了 不是公开的 就是说至少是严厉的批评了 这是一个愚蠢的行为 是这个正宗恐怖分子的圈套 上令无法下达 对 韩先生说到这里 让我想起 我今天早晨一起床的时候 看我的这个微信账号 我的微信账号 就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说提醒说 千万不要上维族人的饭馆去吃饭 然后不能吃哈密瓜 因为已经知道说 有什么维族人 他们患有那个癌滋病的 就是把那个毒血滴到食物上面去 所以呼吁大家都不能去 后来我今天上班的时候 这个很多错误讯息在里面 第一个艾滋病不是不会这样传染的 第二个对一种民族的这个错误讯息也是 对 因为刚才韩先生提到说 这个调取这个民族间的这个仇恨的问题 所以我想到了这个事情 好的 我们今天线上呢 有两位观众在等待 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 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 周先生 请您简短发言 周先生 周先生 好 接下来我们先请林下来 高先生先来发言 林下来 高先生您好 高先生 你好 现在经济发展了 社会谋略越来越多 其实主要还是共产党 它的社会制度不能够法治化 共产党这个极权专政 让我们的政府 它和各族人民的 不能够良好的沟通 他们有这个良好的沟通 提到 共产党总是用自己的那种 一元的党为话 替代各种民族 不同的多元为话 如果中共不能用那个民族的 民族和法治的手带 来解决这种社会谋队呢 而使用一个权力和暴力 解决这个社会违禁 它只会让这个各民族的 序列越来越大 最后走向各民族 每一个民族 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好 我就欢迎讲完 好的 接下来来接听一下 江西的吴先生电话 吴先生您好 吴先生 你好 你好 请您简短发言 我看到你 你好 你好 我就是说一下 就是中国的最近 发生这些事情 对那个上访的事情 为什么他把那个上访的事情 这个取消呢 把这个民族的 不到什么程度呢 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好 所以他想了解 这个上访制度过程被取消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看看云南的周先 周先是不是还在线上 周先您在线上吗 可能已经没有了 对 好 那我们请嘉宾来 对 来回答一下 好 我们请人在纽约的 温云超先生来回应一下 听众的发言好吗 对 尤其刚刚宁夏高先生 也特别提到说 您所提到的这个 关于法制化跟人民沟通的部分 所以您可以来回答一下 他的答言吗 我想当然这个毫无疑问 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对这种多元文化的压制 特别是在各种不同职群之间 没有创造这种交流的机制 这肯定会造成信任感的降低 我们可以看到的例子就是 包括像伊利哈木教授 被抓被捕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说当有一些温和派 致力于两个民族之间 做沟通工作的人 都要被当局打成是分裂分子的话 那后果其实是可以意料 那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万云海先生主持的爱之行 他们曾经成立一些 微卧人的关注项目 并且提供一些适当的帮助 但是也遭到了当局的强力的打压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并不是地方 很多时候 刚才韩年潮先生提到 就是说地方现在一些驱逐 维吾尔人这些做法 是不是地方在瞎搞 而中央并没有这样的做法 但在我看来 我并不同意这种判断 现在基本上 中国的维稳体制就是说 中共中央出资源 然后地方采取自己的办法 去提供稳定 其实是一种对价的购买关系 并且不管地方怎么做 中央最终还是会为地方的做法背书 所以在我看来 他们是一体的 是 那韩先生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刚才这个 江西先生也提到说 是个上访制度的这样子 是不是有所改变了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像上访制度本身 原本的设计的原因是 让人民能够把你心中不满 或者说你生活当中 一些状况能够上面提起 进而来解决 那好像一直以来 也没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成果 那么之后是不是有 像他所说的有所改变了呢 我觉得这个改变是一个体制性的改变 不可能是 就是仅仅通过上访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的 因为必须通过宪政法制 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那么从目前在上访制度来看 他还是采取一个打压 毒 而不是通过化解和疏通的这个渠道 通过法治的渠道 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法治体系 也不可能有社会公正 所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是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就是法律为上的这个 以法律为治 而不是依法而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那我接下来请问一下这个韩先生 就是说我们提到这样子一个制度 本身您说法治的社会应该要建立 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中国导演贾章科 拍这个天柱定这个电影 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 那里面的人当然他们都是汉人 但是他们在不同的程度的冤屈之下 例如说有以邓玉教为原型的 他们都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 抒发的管道 最后都走上了暴力的绝路 这是不是也说明说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不完善的情况之下 导致了不只是说少数民族 甚至是说连一般主流社会的民众 也受到这样子的压力 绝对是这样的 而且在汉族区域这种暴力 这种反抗也越来越强 因为这个暴力维稳 这个趋势越来越强 民众的反抗也越来越强 那么出现很多的这样的暴力活动 不是偶然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 一个呢 我觉得首先呢 民众应该意识到 中国有句俗话说是 冤有头再有主 那么应该把这个斗争的锋芒呢 指向中共的权贵集团 而不是指向无辜 不论是说向社会来报复 深讨 来讨还这个公道 而应该把这个斗争的锋芒 直指这个中共的权贵 把这个个人的冤屈呢 升华为民族大义 从大的这个层次 来解决中国体制问题 才有出路 实现中国的民族转型 才能真正解决 中国的这个社会问题 和社会公正 韩先生您说到这里 我想起啊 我那天看贾张科 在干纳电影节完了以后呢 他接受一群媒体的采访 那么他提到一个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每个人的这个内心呢 都有暴力的一面 是 所以就说如果你这个 没有一个渠道 能够发散出去的话 那么最后呢 每个人都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和施予者 那是不是中国现在就是 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 没有一个渠道可以发泄出来 绝对是这样 因为中国的一个是强权 这个难权 强势集团 强势群体乱权 弱势群体呢 被边缘化 又救助无门 没有司法渠道 没有一个各种 多种渠道 在美国这样的法治社会 它有很多很多渠道 来舒缓这个社会矛盾 在矛盾形成之前 就能够舒缓 那在中国的 没有这样的一个舒缓处的渠道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就是说 从体制方面来看 从另外从个人的情况来看 应该把这种 个人的冤屈啊 上升为民度大义 不应该就是说 向社会来进行报复 这样是一个非常错误的 不可取的一个做法 好的 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 一位观众的热情电话 这是云南的周先生 周先生您好 你好 请简短发言 昆明这个3014件 我就昆明人 哎呀 对这个影响太大了 我想多说几句 去年年底 不是打击了几次 那个所谓家奴分子吗 打了以后 就是今天 避了好多人 一次十几个 一次几个 我就心里一探 我说这些人可能会报复的 我然不出意料 你打击可以 但是你要防范 你们本事防范 老百姓就倒霉了 昆明这个事件啊 这个这个 之前到处堵车 那个事件发生以后 昆明这个路上 人少的要命 简直一塌糊涂 然后呢 当局隐瞒消息 说是还有十几个人 跑出去 老百姓呢 人心慌慌 都不敢出去了 结果是过了几 过了好几天 这个媒体也报道 说是 最后抓到三个人 现在正式了 这三个人什么事 二月二十七号就被抓了 二十七号被抓 三月一号才发生的事 你们是那么失职啊 搞得老百姓 那么人心慌慌的 结果搞了半天 就是那五个人干的事 云南的周先生 我想问您个事情啊 就是您现在呢 在昆明 那么您和您的 或者说您的朋友啊 邻居啊 您的亲朋好友 您出行的时候 心里怕吗 哎呀 你不要说在昆明啊 我这两天到 就是到下面去走了一下 下面那些 都说是 哎呀 影响生意了 本来到建水啊 那一带旅游的人很多的 这个这两天是 到处宾馆啊 都没人了 大家都不敢出门了 确实影响太大了 你要打击可以 打击完你要防范 你防范不了 不要打击 我就说这一点 周先生 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是您 跟您朋友 现在走在路上的话 您看到少数民族 您心里会不会有些疙瘩 或是说 你会特别故意避开 跟他们接触呢 哎呀 还是有 到时还是有那么几个 还在卖哈密瓜 卖那些的 到时昆明的 还是比较善良的 好像也没有 什么极端的措施 但是有点 心里面是有点 就看见他 肯定是要注意一点的 好的 谢谢周先生 我就想补充一下 最近有一个 这个澳门大学的 做了一个民调 民调的 大家基本上 他这个民调的对象 还是针对一些一个 学历比较高的 就是说76%以上 有这个大专学位的 那么一般呢 这些民众的调查结果的 就是认为不把这个新疆 这次这个昆明事件 跟这个新疆少数民族 捆绑在一起 差不多80%几都不认为 这样是能够 还是认为是极端少数分的做的 但是呢 有60%几的人呢 也认为呢 不愿意去新疆去旅游 不愿意去新疆工作 那么可见呢 这个这些还是 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 那社会阶层呢 可能这种疑虑 可能这种顾虑 可能会更大 这个民族之间的矛盾 和这个猜忌啊 仇恨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是 那我请问一下 在纽约的温云潮先生 也就是说 现在这样子一个态势 好像说 这个民族之间的一些 你可能是恐惧也好 或者是猜忌也好 是不是让这样子散逃的事件 会越来越多 甚至说 社会上不稳定的因素 会产生越来越多呢 我想毫无疑问的 这个就是说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 其实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少 所以如何在这种高压的态势 或者紧张的气氛当中自保 是不是要像官方的舆论那样子 倡导每一个人 能停下来几秒钟 观察一下周边 然后采取一种理性的反应呢 我觉得对民众来讲 太强人所难 我觉得FBI提供的三点就很好 他们说叫 叫run high five 就是你首先就是跑 你这当然是对一个弱势民众 最基本的一个选择 如果跑不掉就藏 藏不掉 才是站起来战斗 这一点来讲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在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 他其实是没有能力 对周边的环境做出判断 所以在这种高压态势下 每个人想想怎么自保 我想这是理所当然 并且目前这种状况来讲 其实不管是这个国家也好 还有这个普通民众 其实在我看来 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办法 也就是说执政者 他很难改变目前的这种态势 因为他轻易发动全身 对民众却是什么也做不了 所以其实是蛮悲观的 是 好 谢谢温先生 因为时间关系呢 关于这个咕咚的真帽 是否就是维稳的话题 讨论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 感谢韩连潮先生 以及温允潮先生 参加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呢 会来讨论中国首都千都的话题 今天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